我们说完了资源能力之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价值链分析 这个价值链分析呢 是波特在85年竞争优势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 一种分析方法 那么波特写这本书啊 竞争优势的时候 我们前面说了 它是先分析了产业环境 即生命周期之后 说在相应的生命周期 以及相应的一些产业环境的状态下 建议企业采用三种通用的战略中的一种 是吧 前面我们说过 那么波特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通过了产业环境生命周期的分析 给企业提供了相应的通用战略的设计 那么企业选择了相应的战略之后 在行业内参与竞争 那么在行业内参与竞争的 同一个产业内的不同的企业采用了相同的战略 最后的结果不一样 有的企业就获得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取得了相应的成绩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竞争优势 有的就没有 甚至破产了 那么为了分析这个问题呢 就要看不同企业之间内部有什么不同 他们面对的产业环境 竞争环境是一致的 对吧 那么采用的战略也是一致的 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了内部 那么我们都知道西方的一些的学术呀 分析呀 科学的研究的方法呢 是倾向于解构 要不断的分解 找这个因素 是吧 那么在分解的过程之中 就要对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 进行解剖 进行分解 是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价值链分析啊 最初其实是一个会计手段 那么这种会计手段呢 可以尝试的在企业内部的各个部分 进行拆解 看看每一个部分 所投入的资源啊 投入的资源和他产生出的增值 来比较包括他的这个产品的性能的提高 来看他的利润率 你看教材中写了一个利润率 这个利润率呢 包含了他的增值 也包含了产品性能的提高 是吧 然后再进行分析 那么波特其实是把这种分析方法 然后呢 融入到了他的竞争优势的寻找中 通过解构看一看 这个获胜的啊 就是我们说的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他到底在哪些因素方面 哪些阶段 哪些部分 能够比他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是吧 我们说竞争优势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是吧 那么波特在这个位置啊 他给价值链下的定义啊 说的就是 企业所有相互不同 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 构成了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个定义不用背 是吧 那么其实呢 对价值链这个定义 还有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浓缩的一个定义 就是什么叫价值链 价值链就等于价格 这个概念啊 大家我们看例子 大家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价值链就等于价格啊 那么我们说企业的创造价值呢 是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相应的活动 而它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构为两类 一类呢 是跟食物的流转啊 生产加工交付 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叫做基本活动 另一类呢 跟食物的生产交付 那么关系不大 就是相对疏远的 我们把它叫做辅助活动 分成这两大类 那么我们在学价值链的时候啊 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前面啊 讲武力模型之前 给大家做的这个例子再拿出来 是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产业链条 经营链条 是怎样的运转的 物品在一步一步的增值 是吧 就是农民大哥种棉花 然后棉花进这个这个支部厂 支部厂支出部给这个制衣厂 支一厂给销售公司 销售公司卖给我们600块钱 是吧 然后这个钱又往回流 每一个部分 截留自己该得到的增值 其实就是每一个部分的增值 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说的这600块钱 看清楚啊 我们说价值链 这个价值链呢 可以放在一个企业的内部 如果我们把它拓展一下 是吧 就是整个产业链条 是一个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 一个价值增值的过程 也就是说 在这个长长的产业链条的增值过程之中 这个价值链的增值 其实就是600块钱的价格 最后分到了每一个部分的增值 就是那个部分 为这个商品到我们手里 能得到的自己的回报 也就是增值 所以我们说价值链 其实就等于价格 我们可以把这个长长的产业链条 把它又进行了切分 看某一个企业内部的增值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价值链的一个范围 就是在企业内部 是吧 那么从布匹的进来到库馆 存货 是吧 然后呢搬运 出库 到了生产线 裁 裁剪 裁剪完了出货 以及呢 统关整个过程之中的营销 是吧 然后到了这个下游 是吧 在这个过程之中 每个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 为产品从原材料变成产成品 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也应该得到自己的回报 使相应的产品有一定的增值 是吧 然后各个节点的增值 再加上原材料 就等于整个产品卖出去的价格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企业内部的各个阶段的增值之和 加上原材料 就等于我们出货的这个价格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 就是310块钱 是吧 这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啊 大家有这么感觉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分析呢 我们就大致了解了啊 在企业内部啊 活动我们分成两大类 是吧 它是在整个食物流转过程之中 不断的让产品不断的有增值 那么我们这种解构呢 从会计意义上最早期 是想看出来说每一个阶段 我都有投入 是吧 人财物的投入 然后这个阶段能让我的产品增值多少 性能增加多少 来看这个阶段到底我的投入是多是少 如果我想提高它的利润率 到底我应该是少投入 还是多投入让它的性能更加的增长 增长 或者说让它的增值更加的提高 是吧 这是一种解构的分析方法 那么我们在学价值链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 应对考试 我们只需要把资料里相关的内容 归类到所谓的这些活动中 那么在归类的过程呢 我们得先了解啊 价值链先分成了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 也叫辅助活动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表 大家注意啊 这个整个这个图啊 说的就是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架构 我们叫公司基础设施 这个公司基础设施啊 我们不要去想 这是厂房道路的这种基础设施 这个翻译呢 经常会引起很多人的起义 大家把这个基础设施啊 英语里的这个 instral structure 把这个呢 想象成什么呢 一个企业的一个框架 行政的架构 是吧 那么公司的基础设施 就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有的这种框架 包含了财务啊 行政啊 企划呀 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公司的基础设施 是整个企业能够成立 并且运行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把它画在最下面 但是这是基础啊 它同时呢 它离的生产 也相对的特别的远 就是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有它的财务啊 企划啊 这些行政架构 对吧 它和生产什么离的非常远 然后企业除了这个架构以外呢 还要找什么呀 人 是吧 这是比较重要的人 我们叫的人力资源管理 是吧 然后有人了之后呢 你还要有相应的技术 有了技术之后呢 这个还是个壳 是吧 没有实物的流转 这个时候 你要有相应的办公用品和原材料 你必须得有什么呀 得有采购 是吧 这个采购呢 包含了所有的 从企业外部要购买的这些物品 包括了办公用品 包括了一些服务 包括了一些原材料 是吧 在采购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四个部分啊 是所有的生产型企业 服务型企业都必然要有呢 必然要有的 四个我们叫做辅助性活动 也叫支持性活动 是吧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和商品从原材料到产成品 息息相关的这个交付系统 是吧 这个交付系统呢 首先采购要从上面的上游企业 去购买相应的原材料 那么这个原材料 看清楚啊 这个原材料是跟上游企业的外部后勤 去购买 一般来讲 除非是特别紧俏的商品 企业会自己派人去到上游企业去拉货 否则的话 一般都是上游企业的外部后勤 把相应的原材料给送到企业门口 是吧 我们讲叫做送货上门 那么上游企业的外部后勤对接采购管理 把东西送来了 是吧 采购部门把钱给他打过去了 这个时候原材料开始进入了企业内部的循环 是吧 进来了之后 谁来对接这个外部后勤送来的 上游企业外部后勤送来的原材料呢 这是由企业内部整个生产交付系统的前沿 叫内部后勤 这个内部后勤呢 把上游企业外部后勤交来的原材料进行分类 先验收 然后呢 分类进行库存 摆好 是吧 等待上流水线 是吧 这个生产 整个的生产安排 那么内部后勤呢 接到了外部后勤 这个上游企业外部后勤拿来的原材料 是吧 进行了装卸 是吧 卸下来 然后呢 这个验收 然后呢 盘点 然后呢 往这个库房里进行仓储 摆放 就是库管这一套 然后等整个生产线需要相应的原材料的时候 然后内部后勤还负责把这些原材料从库房里再提取 然后再运输 注意啊 教材中说内部后勤这个部分有一个运输 我个人认为 内部后勤的这部分运输 他指的是 不是上游的运输 上游的运输是上游企业的活动 除了本企业为了要拿到这个我们叫稀缺的物品 是吧 求着上游企业给我们 我们出 由内部后勤去上游企业把这个珍稀的原材料给运回来 这叫做内部后勤 除此之外的运输应该是企业内部的库存的提取运输到相应的生产线上 这是我们说的内部后勤 然后内部后勤把相应的原材料送到流水线边上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叫生产经营 这个生产经营是企业最重要的 由原材料的形态转换成植物形态 产成品形态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半成品 半成品 然后再转换 再生产 转变成这个企业的产成品 当然了 在生产经营这个环节中 为了保证整个流水线的安全生产 顺利生产 那么其中对相应的机器设备的维修和检测 也是划归到生产经营其中的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实物形态的转换 转换完了之后 也不是说你生产出来就能卖的出去 那么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外部后勤 这个外部后勤把相应的产成品再次的进入到自己的产成品的库存中 进行了相应的保管仓储 以及等待订单的发货 那么有的企业很有可能外部后勤 就是说等营销销售部门的订单进来了之后 它负责往外发货 这是我们说的外部后勤 然后再往后 应该说在整个的交付系统里头 生产和交付系统里头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我们说的市场营销 这个市场营销不是我们说的销售 不是我们说的sales 说的是market 就是marketing 就是我们有些学营销的同学 跟别人说你们不就是卖东西的吗 说不是 我们不是做sales 我们是做marketing 就是市场营销 它包含了产品的需求的调研 产品的整个的设计 然后呢这个包含了相应的这个市场的开发等等一系列 就是从产品的设计到这个市场的销售 整个的是一条线 我们叫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跟产品交付给顾客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么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包含了对产品的使用的培训 然后呢对产品的维修 以及呢退换货等等都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发现呢我们在挂这个表的时候啊 从内部后勤一直往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直在增加一个利润 就是每走一步价值都在增值 然后每走一步的价值在增值 同时它所包含的利润的增加也在不断的增加 是吧 那我们再倒回去是吧 其实大家可以看是吧 单纯的有这四个支持性活动 是吧 没有基本活动 是没有商品可以卖 没有增值的过程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上游来了相应的原材料 到货也没有增值 但是通过相应的内部后勤 这个部分就有一定的利润 是吧 那么它有它的付出 而且大家都知道 库管啊 这是一个一个专业啊 一个专业 你做的好 效率高 成本低 做的不好 乱七八糟 是吧 这个地方要什么货 还找半天找不到 是吧 所以这个部分 它决定了一定的利润的增值 是吧 那么再往下生产这个过程 一定也能够使得利润 有一定的增加值 是吧 然后再往下 外部后勤 是吧 那么也能让利润增加 市场营销也会让利润增加 服务也会让利润增加 那么这个的过程呢 我们反着说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 是吧 这几个方面 我能如何改变我的人财物的投入 继而让每一个环节投入的成本不变或下降的同时 让我的增值以及利润不断的提高 是吧 然后这种状态下就可以让我们的竞争优势不断的凸显 和竞争对手在比较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环节或者是某一个或者某两个环节成本下降 效率提升 使得我们的产成品性能提高 我们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不断的提高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解构的分析方法 那么我们这么给大家解释完了之后啊 大家在图形上啊 会有一定的感官 是吧 生产交付系统 然后呢 上面这四个是辅助系统 辅助系统呢 是支撑着 虽然它在上面啊 但是他们是支撑着下面这五个基本活动的每一个活动 因为每一个活动都需要行政部门的财务部门的这个支持 也需要人力资源缺人就管他要 是吧 然后呢 有人不合格让人力资源去开 是吧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各个部分 尤其是生产经营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技术开发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也是有技术支持的 是吧 包括采购 那就更别说了 采购不光光是管我们说的生产交付系统的采购 需要的这种办公用品 包括其他部门的办公用品 采购也需要管 是吧 包括了去买相应的服务 那么这个表呢 在我们的教材中啊 就是这么一个表 其实是一样的啊 中间画的虚线的意思就是 这个四种基本活动啊 对于下面的这五种活动都是有支持的 都是支持这种基本活动交付系统的 那么好 在这儿呢 我们要讲解一下这几个活动的内容 注意啊 这个部分啊 我们对所有的活动里面的细节 有一个粗阔的介绍 那么这种介绍呢 注意它里面的含义 就是我们要把相应的活动归到两大类里头 在两大类里头又继续往下细分 这个是过去有一些客观题主观题都考过的 而且在出题的时候 往往啊 有的时候有一点模糊状态 需要大家去判断 我们来看第一个基本活动 基本活动呢 也叫主体活动啊 它是经营生产生产经营的实质性的活动 和实体的加工流转直接相关 是企业的基本增值活动 在这个里面五个方面 我们来看啊 内部后勤 是吧 那么它也叫进货物流 那么它是原材料 上游的外部后勤 把原材料送来 我把它装卸 然后呢 入库盘存 是吧 运输 注意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词啊 这个运输呢 容易引起起义 是吧 注意啊 凡是别的企业 上游企业 把东西运过来 不属于我们的基本活动 是吧 这个运输是我们的运输 是吧 并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说外部企业给我们运输 这就叫运输 不是 一定要弄清楚 以及退货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 是吧 验收不过关 直接 是吧 把这个商品退回到 原材料的这个 上游企业 那这是 内部后勤 然后进入到生产经营 涉及到了什么呀 加工 注意啊 所以从这来看 内部后勤的原材料 再送到 这个生产线上 谁管 是吧 内部后勤管 这个运输 在这个内部后勤里头 更多意义上是指的 从库房 是吧 这个拿出原材料 送到生产线边上 这个时候 这叫运输 内部后勤 而生产经营呢 上来就直接开始加工 装配 包装 是吧 总而言之 是把原材料转换成实物形态 包括在生产经营过程之中的设备的维修 检测等等 是吧 然后产成品产出来了 生产出来了 那么生产出来之后 生产经营 旧管啊 生产线上 在这个流水线上 这边啊 开始加工装配包装 然后产成 产成品出来之后 就交付给外部后勤 下一个部门 外部后勤呢 也叫做出货物流 然后最终产成品入库 然后等待订单 订单来了之后 有一个接受订单的过程 注意啊 这个接受订单呢 不同的企业不一样 有很多企业的这个 外部后勤的这个接受订单啊 有市场营销来做 市场营销部门接受订单 然后给外部后勤 让他直接发货送货 这个时候 外部后勤的这个接受订单啊 就没有在外部后勤里头 而此处的这个外部后勤 说的接受订单 更多的是什么 不是从外部接受 定相应的订单 而是通过营销部门 送来的订单 来相应的发货 除非有的企业 把接受订单发货 直接放到了外部后勤 这个部分 它起到了一定的市场营销的 这个功能 这个大家要了解 然后进入到了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说的市场销售 那前面呢 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把它换成市场营销 问题不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中呢 是把我们说的市场营销中的一部分 放在了这个位 我们叫市场销售 那么在这儿呢 更多的说的就是 广告定价销售渠道 这部分的内容 把营销的前半部分的内容 给删点掉了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市场销售 那么最后一个基本活动呢 就是相关的服务 包含了这些产成品的维修 修理 零部件的供应 产品的调试 以及培训 大家注意这个培训啊 这个培训呢 它如果是为了让消费者买我们的产品 而对它进行培训 然后他才会买 这种培训 其实有一定的市场销售的作用 对吧 这个大家要了解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五种基本活动 五种基本活动 那么我们再说啊 下面四种支持性活动 支持性活动呢 它和食物的流转啊 离的相对较远 是吧 它是支持基本活动 而且内部之间又相互支持的一种活动 是吧 四种辅助活动 支持活动呢 分别是采购 技术开发 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 我们先来看采购 采购和技术开发 这个部分过去都出过题 我们来看啊 此处的采购管理啊 是一个广义的 不仅仅包含了原材料和办公用品的采购 只要是企业从外部购买的东西 都包含在采购管理中 那么这个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呢 企业聘请咨询公司 为企业进行广告策划 市场预测 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 法律咨询 还有战略咨询等等 只要从外面买 都属于采购管理 这个大家清楚了啊 只要从外面买的 全归为采购管理 然后再往下说技术开发 这个技术开发呢 狭义的来说 就是生产技术 是吧 就是产品的生产技术 但是此处的技术开发 包含了所有的 跟相应的技术有关的 这种广义的技术 包含了生产性技术 和非生产性技术 包括了这个企业 要采用的IT技术 和领导决策技术 注意这个位置啊 领导决策技术 也属于技术开发之中 不要认为这个技术开发 就是实物 这个转变的 一个相应的技术 是吧 包含了非生产性技术 这个曾经出过题 那么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这个部分呢 包含了这个找人 用人和辞人 是吧 招聘雇佣 这是找人 是吧 培训提拔 这是用人 是吧 然后退休 这是辞人 是吧 这是人力资源的三部曲 找人 用人 辞退 是吧 然后基础设施呢 其实是一个架构 是吧 我们叫的行政架构 它包含了呢 是企业的组织结构 惯例 控制系统 以及文化 注意 这个地方 大家回去看书啊 这个地方呢 说到了这个高管 那么书上说了 这个高管啊 因为它和组织架构 惯例 控制系统和文化 息息相关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把高管 放在基础设施 这个部分 注意啊 这个是过去没有考过的 大家要小心 高管书上说 属于基础设施 这个部分 这个要了解 好 我们这样呢 就把这个价值链的解构的过程啊 给大家讲完了 分成两大类活动啊 这两大类活动啊 在过去的考试中 是吧 客观题 主观题 都曾经出过 一定要小心 要把它真别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得说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拿了一些例子 其实呢 我们生活中啊 用的所有的商品 这些商品 在把它解构了之后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出来 我们买的 真真实实的东西 到底有多少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很多女同胞们啊 都爱用的这个蓝扣 是吧 这个 这种化妆品啊 我们来看啊 其实我们看 抹在脸上的 那个食物的东西 一共是多少钱 是吧 看 在整个这个商品 1080块钱买来的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1080呢 都往后 是吧 增值都是哪部分增的值呢 我们来看 广告和推广费用 三分之一 是吧 能看见吧 是吧 这个333 334.8 是吧 31%是广告 这个是这个 推广费用 是吧 打折啊 是吧 平面广告啊 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看 打开手机 看电视 还有杂志 上面有一堆一堆的 这种化妆品的广告 是吧 然后呢 注意看原材料啊 注意啊 真正能抹在我们脸上的 包括装包装这个相应的内容的 多少 看 原材料成本 2% 是吧 原材料成本 2% 抹在脸上的 21块6 是吧 这还不包含瓶子 是吧 就是抹在脸上的 比21块6还少 是吧 然后经销生费用 25% 然后净利润 12% 是吧 研发费用 是吧 看清楚啊 千万别再信广告里面说 什么什么 多少个专利 然后呢 就弄出一堆 穿白大褂来的人 就好像是大夫一样 是吧 是科研人员一样 其实研发费用 只占4% 是吧 税收5% 还有一部分是销售 管理及行政费用 21% 是吧 总而言之 想告诉大家的 抹在脸上的 就2% 2% 那么其实化妆品 都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跟奥迪反过来的 叫迪奥的一款 是吧 这一款啊 这一款大家看 我们不看总价格了 直接看这个食物 到底占百分之多少 注意看啊 原材料成本 是吧 原材料成本 百分之二 基本上高档的化妆品 越高档的 基本上在广告和推广费用方面 可能就越高 然后原材料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百分之二 基本上是百分之二 这个我们不多说啊 我们再看看 是吧 我们经常喝的矿泉水 这矿泉水 是吧 就为什么 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在我们的小区里头 是吧 每一个小区里头 那个杂货铺 这小卖店 总堆着一堆一堆的水 我告诉大家 这个水的利润啊 非常之高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喝的那矿泉水 我说的这个 不是那特别高浪的啊 就咱们就说一般的 是吧 我们就是水的搬运工的这类 是吧 就是这个中低端的 这个矿泉水 是吧 注意看啊 零售店的费用 是吧 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是吧 这是零售店的费用 是吧 那么一瓶 他挣五毛钱 一瓶挣五毛钱 然后我们看这个原材料啊 大家觉得一块钱两块钱 不当事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里面 他的水的成本 咱不看这塑料瓶啊 水的成本 不到一分钱 基本就一分钱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基础设施 就是怎么紧了也好 抽也好 过滤也好 什么都弄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生产 这个矿泉水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 水的成本可以降到一分钱以下 是吧 一分钱以下 然后在这个里头 告诉大家 零售店的费用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知道大家问不问 我觉得有桶装水 是吧 桶装水 大家都知道一桶啊 有不同的品牌 有十块的 十二的 有十五的 是吧 那我曾经就问过 我们小区里送水的 我一般不喝那种大的桶装呢 我们家一般用的都是那个 过一年都得换新的那种 叫什么 净化器 叫什么 是吧 然后那个就是 我们装上之后 你用的越多 是吧 那基本上水就越便宜 非常便宜 是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桶装水 大家有没有问过 那一个桶装水 十块钱 或者是十五 是吧 他从旁边的水站 你打电话 他从水站给你送过去 你有没有问过 那一桶水 送水的那个人 送一桶水 他挣多少钱 我们还不说那个老板 我们就说这送水工人 是吧 我曾经问过 基本上送一桶水 十块钱 十一二块钱的 基本上送一桶水 这送水工人 一桶水 挣两块 如果是十四十五块钱 一桶水的 基本上那送水工人 挣三块钱 一桶水 挣三块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是吧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付的钱 和这个商品的各个部分 所花 所有的这个花费和增值 进行相应的解构 是吧 当然了 我们在各行各业 大家不一样 是吧 你在哪个行业 你就知道 这个行业的 这个商品的成本里头 哪部分其实呢 占比比较高 大家了解 比如说茅台 茅台的利润很高 是吧 而这个我都是用以前的 这好几年前的一个价格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里头 它的销售和市场费用也不高 它不怎么做广告 是吧 然后呢 要交一部分税 原材料看清楚啊 真正喝进去的 进度的 是吧 喝进去的原材料 只占多少 只占3.2% 是吧 3.2% 经销商的费用占33% 这是茅台 其实我告诉大家 越是大型的沉重的 比如说电器 比如说马桶 是吧 那么它的原材料占的比例 是比较高的 你看这个马桶 是吧 它的原材料的成本 17.6% 还算是高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经常看的书的 这个 这个解构 是吧 它的成本的解构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 就我对书的了解 这个 他说的25% 是印刷和纸张成本 我觉得有点高 是吧 也就是我们说的 很多时候 书 即便是打到了三折 它都有利润 只是利润 比较薄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基本上 一本书打到三折 印刷费和纸张成本 就收回了 纸张成本就收回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粗略的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的时候 你批量的去购买图书的时候 往往你能够按照它的这个定价 按照它的定价 能拿到五折的优惠 都是比较容易的 尤其你批量购买 那我们从这个出版社 有时候买批量的书的时候 直接就跟它谈五折 有的时候谈不下来 就谈六折 这个最少也得谈到七五折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解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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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